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中国恒大集团在成都拥有的两块土地被当地政府收回 因为该公司让他们闲置了十年 根据成都市龙泉疫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上的两份公告 这些土地由恒大旗下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2010年和2011年收购 如果开发商保留土地,不进行开发,土地就会闲置 客观上不利于当地发展 上海华晨律师事务所律师说 政府希望出售土地,希望能充分利用它 他补充说,开发商在从政府获得土地后为项目设立了子公司 这些地块的面积分别约为25.9万平方米和8.4万平方米 政府通知说,这些土地的建设应该在2010年和2011年开始 根据有关闲置土地的规定 政府可以在指定时间后两年内无偿收回未动工的土地 事实上,中国恒大上周在海口市有8块土地被政府收走 原因也是如此 9月,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因为能支付地价而取消了开发商的土地合同 这些土地原本计划用于恒大中央公园项目 目前,对闲置土地的控制确实很严格 总部位于上海的E区中国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严岳晋说 鉴于目前的土地管理风险,恒大目前的问题将引起更多的关注 为了防止恒大的土地被闲置和项目未完工,地方政府也将加强控制 严岳晋说,今后其他城市也会出现类似的调控措施 这不仅体现了地方政府对高风险防企闲置土地的严格管理 也体现了北京对土地市场的引导 恒大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 本月早些时候,会预评级将该开发商的评级从C下调至RD即限制性违约 这是一个高于违约的级别 这意味着一个公司已经拖欠付款 但没有进入破产申请,清算或其他正式清算程序 现在订阅编辑实验室与最值得信赖的商业信息保持同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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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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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